辽宁一农民种地 在101国道边上,有一个名叫叶茂台的小山村,在叶茂台村的北面和西面,分别有两个200米高的小山丘,当地人称为西山,北山,上世纪70年代,叶茂台村的村民,在村北的山坡上种地时,经常挖出很多砖块和陶器,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1974年,村民赵鹏泉和他的父亲再一次种地时,挖出了地下的辽带古墓,叶茂台村才走进考古队的眼中,因为十几年前,叶茂台地区也曾发掘过辽带墓档, 所以按照编号,赵鹏泉发现的墓董,称为叶茂台七号墓,发掘工作开始之后,考古队发现,这座辽带古墓居然没有背道,是当地仅有的一座保存完好的辽带墓董,墓中出土的。 大量珍贵的随董品,包括精美的金银器,墓质棺果,双鹿旗,海兽葡萄铜镜等大批果宝级文物。 墓主人是谁?为什么能够建筑如此奢华的墓董? 文物专家根据墓董形质和出土遗谷的检验,断定墓主人是一位老年女性,身份应该是皇室成员。 1976年,考古队又在叶茂台村发现了辽带北府宰相萧义墓,墓中出土了一块墓纸,根据上面文字记载得知,叶茂台村古墓群是萧义的家族墓底。 所以,七号墓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下嫁到萧家的公主。 据辽史记载,辽带中期的公主与七号墓墓主人身份相符的只有下嫁萧家的吴国公主,兴宗乔汉国长公主,吴国公主的父亲是秦王耶律隆庆,爷爷是辽景宗耶律贤。 据当年参与发掘工作的考古队员回忆说,七号墓中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并没有引起轰动,相反墓中出土的一见不起眼的瓷瓶,却引起了所有考古队员的好奇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考古队员进入墓室的第一天,就在墓室中发现了两件白瓷瓶,其中一个瓷瓶的瓶口是封闭的,塞了一个木塞,外面还有一层辣蜜蜂,拎在手里很沉重,里面好像装满了液体。 考古专家根据经验判断瓶里装的应该是酒。 听说墓中出土了一千多年前辽国时期的美酒,所有工作人员都前来观看,按照考古流程,应该赶紧密封瓷瓶,然后送到沈阳进行化验,看看瓶子中的液体到底是不是酒。 但现场领队担心运送过程中出现挥发,所以就提议先打开瓶口尝一下,第一时间确定湖中装的是不是酒。 那么,由谁来尝却成了一个问题,要知道,这可是一千多年前的美酒,不知道喝下去会出现什么问题。 最后一位名叫冯永迁的考古队员,决定尝一尝千年美酒,他找来一个玻璃杯,从湖里倒出少量的液体,看上去,液体黄中略带红色。 他先用鼻子闻了闻,然后轻轻尝了一口,慢慢品尝。 过了一会儿,冯永迁睁开眼睛,对周围等待的人说道,有点吐欣慰。 至于是不是酒他也不能确定,随后这瓶液体被送到了沈阳,经过科学化验,发现液体中含有大量的乙醇,确定墓中出土的就是酒。 考古专家说,在法库的辽墓中出土千年古酒,是辽带考古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我国考古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发现。 参考文献,夜茂台辽墓发掘报告,辽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